沙丘政变后,赵高借刀杀人除掉了蒙田蒙义和丞相李斯,不仅如此,赵高还杀了秦二世胡亥,此时的赵高已经丧心病狂,然而让赵高想不到的是,就在他把屠刀砍向别人的时候,有一个人把刀也架到了他的脖子上。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?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《王力群毒史记》《秦始皇之赵高之死》。 《王力群毒史记》 上一集讲到,赵高杀死秦二世之后,也想常常当皇帝的四位。 就直奔龙椅。 史书记载,当赵高坐上龙椅后,就觉得地动山摇,从龙椅上摔了下来。 我们不知道此记载是出于传闻还是后人的演义。 总之,这一摔让赵高意识到,这是上天不让自己当皇帝。 那么现在怎么办? 胡亥子,谁来当皇帝呢? 功于心计的赵高会安排一个什么样的人呢? 河南大学王力群教授,为您继续讲述系列节目《王力群毒史记》《秦始皇之赵高之死》。 上一讲我们讲到,赵高成功地杀掉了秦二世,登上了权力的顶峰。 但是呢,也就在赵高杀掉秦二世不久,赵高自己本人也被人杀掉了。 而且杀赵高这件事,杀的是干脆利索,一点悬念都没有。 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问题要问,谁这么大胆敢杀赵高? 谁这么有本事,能把赵高干脆利索地杀掉?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,这个人是谁? 这个人就是秦王子英。 在后秦皇时代,秦王子英是个非常特殊的人。 这个人的特殊呢,就听了我刚才说的四个字。 大家仔细想一想就有问题。 第一,秦王。 秦始皇当上皇帝以后已经把秦王改成叫始皇帝。 然后下面是秦二世。 这个时候怎么又出来了一个秦王呢? 这是个问题吧? 再一个,子英。 这个人我们前面几乎没有讲过。 只在沙蒙田沙蒙义的时候, 子英出现过一次劝谏秦二世。 所以这就出来了两个问题。 第一,这秦王是怎么来的? 第二,这子英是个什么人? 我们要解释一下。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。 赵高把秦二世杀掉以后, 其实赵高正是自己想做皇帝的。 但是赵高看见大臣们都沉默。 这个大臣们无言的反抗, 让赵高感到心虚。 所以他不敢当皇帝了。 他选来选去了, 选了一个人。 但是他先立了一个规矩。 他说过去秦皇那个时代, 他是不单拥有关中之地, 而且拥有整个天下。 那个时代叫做皇帝。 现在不同了。 现在秦国只有关中这一块。 韩国关以东的土地已经被重新立国的六国所占领了。 那就是说秦国的土地已经大面积的缩水了。 既然土地面积缩水了, 那这个皇帝就不能叫了。 咱们还恢复原来的那个说法, 叫秦王。 这就是秦王的来历。 第二个问题就是子英。 子英是谁?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得回答, 因为是子英杀掉了赵高。 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文献的记载, 子英的身份有三种说法。 秦始皇本记的记载, 他是秦二世的侄子, 这是第一种说法。 李斯列传的记载, 他是秦始皇的弟弟, 这是第二种说法。 另外史记的六国年表记载, 他是秦二世的哥哥。 三种说法。 其中, 以秦二世的侄子, 这个说法最流行。 大多数人都用这个说法, 而且说这个侄子不是别人说他是被杀死的那个公子扶苏的儿子。 这样一来, 子英的身份, 史记, 司马迁的记载, 三种说法。 那么, 哪一种是比较正确的呢? 我们先说一说那个最流行的, 就是秦二世他哥哥的儿子, 也就是秦二世的侄子。 这个说法呢, 有两点有问题。 第一, 年龄不符。 因为他要是扶苏的儿子的话, 我们可以算一算他有多大年纪。 秦始皇是四十九岁, 四十九周岁, 虚岁五十岁死的, 我们就按五十岁算。 秦始皇五十岁死, 秦始皇多大生扶苏呢? 生他的皇长子扶苏呢? 历史没有记载, 我们推算一下, 就按十七岁生儿子来算。 那么十七岁生儿子, 那就得十六岁结婚呢? 这个就差不多是够早的了。 十六岁结婚, 而且呢, 十七岁就生了扶苏了。 那么, 这就意味着秦始皇给扶苏的年龄相差了十七年。 秦始皇死的时候, 扶苏的年龄应当多大呢? 应当是三十三。 五十你减十七, 不就三十三了吗? 扶苏的儿子, 我们再算一算, 扶苏死了时候三十三。 假如说扶苏也是十七岁生儿子, 生了个子婴, 假如是这样的话。 那么, 当秦二世继位的时候, 你用三十三岁减去十七岁, 秦二世继位的时候, 他那个儿子多大呢? 十六岁。 秦二世就活了三年, 那么他的儿子十九岁。 这是最大的年龄了。 假如说他是扶苏的儿子的话, 就是秦二世的侄子的话, 他只能是在秦二世被杀的时候, 他十九岁。 但是史书明确记载, 子婴在刺杀赵高之前, 和他的两个儿子在一块密谋, 他和他两个儿子商量, 商量好以后, 把赵高杀了。 你想想, 他多大了? 他十九岁。 他十九岁, 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商量。 他十九岁, 我们也按照他十七岁生儿子, 他儿子多大了? 两岁。 两个儿子都算双胞胎。 和他两岁的双胞胎的儿子商量, 怎么把赵高给做掉? 这能成立吗? 说不过去, 年龄不符。 因为史书明确记载, 子婴杀赵高的时候, 是和他两个儿子在一块密谋的。 你要这样一算, 秦二世侄子这个说法不成立。 再一个, 地位不称。 赵高在立子婴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, 他说这个子婴在老百姓中间很有影响, 子婴很有影响。 假如子婴是扶苏的儿子, 那么他自有十九岁, 他在老百姓中间有多大的影响? 那也不过就相当于咱们现在一个八零后, 甚至相当于一个九零后, 你说你在全国老百姓中间有多大影响? 这不可能。 所以二世兄子说, 也就是秦二世侄子这一说, 不能成立。 另一个说法呢, 说他是秦二世的哥哥, 这话也不可靠。 虽然是史记六国年表明确记载的, 他有两个问题。 第一个问题, 何以苟活? 就是他怎么能够活下来? 我们知道秦二世当了皇帝以后, 他把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都示威政治对手, 都杀了, 杀光了, 为什么子婴能活下来? 这是第一点, 活不下来的。 第二点, 史书还记载, 当秦二世要杀蒙田蒙义的时候, 这个子婴是挺身而出, 劝秦二世不能杀, 而且劝的话说得非常重。 子婴怎么说呢? 他说你现在要杀蒙田蒙义, 就像赵国的王国之君赵谦, 杀那个大将李牧, 就像齐国的王国之君田建, 他杀他的忠臣, 你想想, 把秦二世比作王国之君, 他要是秦二世的哥哥, 他不被杀已经是万幸了, 他还敢说这样的话, 而且说完以后, 秦二世不予计较, 没有追究责任, 这个话绝不可能是秦二世的哥哥说出来的, 那反过来也证明, 这个人在秦二世的关系上, 是有特殊身份的一个人, 他不可能是秦二世的哥哥, 他要是的哥哥, 要么被杀, 要么小心谨慎的, 一句话都不敢讲, 怎么敢说这么重的话, 不可能, 最后圣的一说了, 他是秦二世的弟弟, 这一说出自李斯列传, 那么这一说可靠不可靠呢, 我觉得有三点要提出来, 第一, 年龄相符, 他是秦二世的弟弟, 秦二世的弟弟是50岁, 他死了, 他弟弟多大, 至少四十多吧, 那么四十多, 他的儿子多大, 那差不多也是二十多岁了, 他和他儿子们商量着, 杀糟糕, 在年龄上说得过去, 第二点, 身份相符, 他向秦二世觐见的时候, 话说得那么重, 秦二世不计较他, 为什么呢? 很简单啊, 这是他叔叔, 他既然是秦二世的弟弟, 那就是秦二世的叔叔, 他的身份在那放着了, 话说得再重, 毕竟是他输了, 他不敢轻易对他叔叔怎么样, 这是第一, 再一个, 秦国的国君继承制, 只有那个秦武王, 就是爱举重那个秦武王, 他死了以后因为太年轻, 没有儿子, 选了他一个兄弟继位, 历来都是父死子继, 弟弟是不能继承军位的, 秦皇的弟弟由于不能继承军位, 所以秦皇的弟弟最没有顾忌, 因为我的身份就不能当官, 不能当国君, 所以我不怕, 你要是有可能当, 那秦二世就盯上你了, 就惦记上你了, 那就麻烦了, 因为你不能继承军位, 那你就没有这种对秦二世的威胁, 所以说话就很随便了, 第三点呢, 声望相合, 他既然是秦皇的弟弟, 四十来岁, 他在老百姓中间, 口碑好, 人气旺, 这是有可能的, 因为他敢于挺身而出, 为蒙田蒙义兄弟说话, 秦二世在赵高的怂恿之下, 杀蒙氏兄弟的时候, 李斯是一句话都不讲, 唯独子英敢于劝谏, 而且话说的分量很重, 可见子英是一个很耿直的人, 敢于说话, 敢于坚持正义, 在这种情况下, 他在老百姓中间, 有人气, 有威望, 是可以想象的道理, 所以我们大体上可以判断, 这个继位的子英, 应当是秦始皇的弟弟, 这一说比较可靠, 这就我们解决了第二个问题, 子英是谁, 那剩下来的就是第三个问题了, 子英怎么把赵高给杀了呢, 赵高可是只杀别人, 从来不被别人所杀的人了, 子英怎么杀了他呢, 您现在收看的是, 百家将谈栏目, 按照赵高的逻辑, 他所辅佐的皇帝, 一定要对自己言听计从, 这样才好控制, 所以秦始皇死后, 他篡改遗诏, 杀扶苏, 立胡亥, 现在胡亥死了, 他肯定会再立一个自己好控制的皇帝, 于是子英继位了, 但是这一次, 赵高的如意算盘落空了, 赵高不但没有控制住子英, 反而被子英劫过了性命, 那么子英是如何杀的赵高呢? 这过程其实, 既简单也复杂, 说简单, 可以这样讲, 就是赵高在秦二世死了以后, 自己想当皇帝, 但是又不敢当, 他就选了秦皇的弟弟子英继位, 而且把皇帝的帽子改称秦王, 然后让子英到一个宫中, 摘戒五天, 摘戒五天以后, 然后到祖庙中间, 去接受皇帝的玉玺, 来正式继位, 然后子英就带着他的两个儿子, 到那个宫中去摘戒了, 到了宫中以后, 这个子英就在琢磨这件事, 他给他的两儿子商量, 还有一个宦官, 叫韩潭, 他说赵高杀秦二世, 本来是自己要当皇帝的, 但是他不敢, 不敢的原因, 是因为他怕大臣们杀了他, 所以他现在立我完全执事一种权益之计, 他叫我到祖庙中间去接受那个玉玺, 那就意味着到祖庙里他会杀了我, 这是一点, 再一个, 我已经听说, 赵高给刘邦已经开始勾结了, 这时候刘邦已经从陕西的五官打入了关中, 刘邦已经入关了, 赵高已经给刘邦开始在一块秘密的, 也结束, 他们两个商量好怎么办呢, 赵高说我帮助你把秦国给灭掉, 然后呢, 我来做关中王, 关外的我就不要了, 赵高已经和刘邦在秘密的勾结和谈判, 在这种情况下, 紫英就决定要杀赵高了, 因为我不杀他, 他必杀我, 那怎么办呢, 他说咱们他叫我摘戒五天到祖庙去, 我就不去, 我要不去他一定会来, 他只要来我就有办法把他干掉, 紫英就商量好, 然后到了第五天头上, 五天摘戒完呢, 该紫英去祖庙的时候, 紫英就是不去, 铁定主义就是不去, 然后赵高就急了眼了, 派了几拨人马请, 请不动, 最后赵高亲自来了, 赵高一来, 紫英就传他入宫, 这一入宫, 紫英就指使宦官, 寒谈, 在自己的宫中, 把赵高给刺杀了, 而且立即下令, 对赵高灭三族, 这样一来, 这不很简单吗, 就是引诱着赵高到他宫中来, 然后在宫里把赵高杀了, 所以杀赵高, 杀的一点悬念都没有, 赵高到死都不明白, 紫英还敢杀他, 他没想到, 所以到此为止, 沙丘政变的三个重要人物, 三巨头, 赵高, 胡亥, 李斯, 每个人都走完了自己的一生, 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了, 那么赵高这个人, 是一个非常善于搞阴谋的人, 他把扶苏杀了, 蒙田蒙义杀了, 李斯杀了, 秦二世都杀了, 他为什么会栽到紫英的手里头来, 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, 要论搞阴谋诡计, 李斯, 胡亥都不是他的对手, 他怎么会栽到紫英的手里面来, 其实原因很简单, 这有一点, 就是他过高了估计了自己, 过低的估计了紫英, 赵高因为沙福苏, 鲁蒙田, 祖里斯, 士胡亥, 他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的, 没有人敢奈何他, 他公然能在朝廷大唐之上, 上演指路为马的这种游戏, 他觉得他非常了不起, 所以他就认为, 没有人敢奈何他, 这是他非常自信的一点, 另一方面我们来看这个紫英, 紫英这个人为人一向很低调, 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公子, 既没有政治野心, 又没有政治资源, 三, 也没有显露出来过人的才华, 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, 所以赵高也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, 赵高真正放在眼里, 认真对待的人, 没有一个人能躲得过去赵高的土刀, 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人, 只要叫赵高惦记上, 那就完了, 我们经常说, 不怕贼偷, 就怕贼惦记, 这赵高就是天下最大的贼, 你只要叫赵高惦记上, 那你就肯定跑不了, 但是赵高就是没有惦记上紫英, 所以紫英躲过去了, 反而他把赵高给杀掉了, 我们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, 紫英这个人不是一个一般的人, 他是一个有魄力, 有智谋, 而且行动非常果断的人, 所以他才能够最后把乱情, 亡情的元凶赵高给杀掉, 所以赵高最终被紫英所杀, 走完了他罪恶的一生,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文, 恶贯满盈的赵高终于走完了他罪恶的一生, 史书记载, 赵高的活动主要在秦帝国建立以后, 如果说赵高在秦始皇生前, 无法对秦帝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话, 那么在秦始皇死后, 赵高的活动深深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, 他的所作所为, 不管是不是主观行为, 其结果都造成了秦帝国的快速灭亡, 那么对于赵高这样一个人物, 后人给出的评价是什么呢? 实际上, 后人在谈到秦国灭亡的时候, 总是不断地提到赵高, 因为只要谈秦国灭亡, 绕不过赵高, 赵高发动杀旧政变, 赵高杀蒙田蒙义, 赵高杀李斯, 赵高杀胡汉, 赵高把秦朝的中央政府变成了一个血流成河的屠宰场, 所以赵高可以说是秦朝灭亡的一个屠夫, 这个人我们怎么看待他? 历史上对赵高的评价有两种, 有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, 一个观点认为赵高是乱情亡情的一个罪人, 这是一种看法, 另一种看法认为赵高是卫照灭秦的功臣,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, 那么哪一种看法更正确一点呢? 我们不妨看一看赵高在整个秦朝灭亡中间, 赵高一共走了五步关键性的旗, 我们看看他的五步是怎么走的, 第一步, 沙丘政变, 秦始皇并故沙丘是一个突发事件, 赵高是沙丘政变的主谋, 他说服胡亥, 胁迫李斯, 以胡亥为政治筹码和豪赌的工具, 以李斯作为自己的帮凶和伙伴, 发动了沙丘政变, 杀掉了秦始皇亲定的接班人胡苏, 这是他在秦朝灭亡国中间走的关键第一步, 沙丘政变, 沙丘政变以后, 赵高做的第二件重大的事情, 就是诛杀蒙氏, 我们讲过蒙田蒙义, 是秦国三代的功臣, 是个功臣世家, 蒙田蒙义, 一文一武, 一个朝中, 一个朝外, 对秦帝国的巩固, 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稳定因素, 赵高在杀死扶苏以后, 第二个要除掉的就是蒙氏兄弟, 这是赵高乱秦亡秦的第二步, 第三步, 清除公子, 秦始皇是二十多个儿子, 十几个女儿啊, 这是秦始皇的直系的亲属, 是他的子女, 胡亥继位以后, 由于胡亥兴兴, 他是篡改遗诏, 截取了, 窃取了君位, 所以秦二世就很本能地, 把他的兄弟姐妹, 侍卫政敌, 要除掉他们, 赵高就利用了胡亥的这种心理, 怂恿秦二世, 把他的兄弟姐妹全部杀光, 秦二世当时只想到, 这些人是自己将来, 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皇权的人, 但是秦二世没有想到, 这些人也是巩卫秦二世的一股力量, 所以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全杀光的时候, 最后他在忘移公被赵高逼着自杀的时候, 没有一个人帮他, 他的兄弟姐妹全被他自己亲手杀掉了, 这是第三步, 第四步, 陷害李斯, 李斯跟赵高不同, 我们要明确地指明这一点, 虽然在沙丘政变中间, 李斯成为赵高的帮凶, 但是李斯跟赵高不同, 李斯是帝国的功臣, 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, 他对秦的建立, 对秦的巩固都做了重大的贡献, 但是李斯一个最大的弱点, 就是过于考虑个人的得势, 所以, 在赵高的胁迫之下, 他屈服于赵高, 帮助赵高发动了沙丘政变, 没有李斯沙丘政变, 完不成, 但是这么一个人, 帮助赵高发动政变, 让赵高一步一步攫取了权力, 到最后, 他的结局是被陷害, 而且陷害得很惨, 最后一步, 那就很简单了, 诛杀, 胡亥, 最后把所有的人都除完了, 就该杀秦二世了, 在秦二世被杀之前, 赵高上演了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典剧目, 叫指路维码, 这个指路维码是项权, 愚弄皇权的一个经典案例, 大臣们经过指路门事件以后, 谁也不敢再违背赵高的意志, 这样赵高最后就在忘义公逼杀了秦二世, 成为在中央继权制度之下, 以臣弑君的第一人,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, 赵高王秦的五步可以看出来, 赵高对秦朝的灭亡发挥了极大的作用, 当赵高达到权力的顶峰的时候, 他也走到了地狱的大门口, 这就应了一句很流行的话, 上帝要他灭亡, 一定要先让他疯狂, 因为赵高这个人谁也管不了他, 他疯狂到极点的时候, 自然有人收拾他, 古今中外, 这都是个规律。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文, 从赵高的所受组维来说, 对于赵高的历史评价, 我们用任何语言都不违过, 他是一个典型的小人嘴脸, 但是在后世对于赵高的评价中, 还有另外一种声音, 他们认为赵高是王秦暴战, 那么这种观点有没有道理? 第二种观点, 说赵高是王秦暴战的大功臣, 这个观点有没有道理的呢? 谁提出来的呢? 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不是别人, 是为史记做著的一个著名学者, 唐代学者司马珍, 他在史记缩引中间, 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, 司马珍说, 赵高本赵诸公子痛起国为秦所灭, 乃自公已尽, 足智杀秦子孙亡起天下,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? 说赵高本来是赵国的一个公子, 他痛恨秦朝灭了赵国, 所以他就自公, 就是自己对自己实行了公刑, 然后到秦国的宫廷中间做宦官, 最后把秦朝的宫廷搞得乱七八糟, 最后把秦朝给灭了, 他其实实际上是为赵国灭了秦, 司马珍的史记索引是史记三家柱之一, 我们读史记, 有三个重要的柱室, 其中有一个就是司马珍的史记索引, 这个史记索引就公开提出来, 赵高是王秦报赵, 就是灭亡秦国, 暴达赵国, 不但由此一说, 我们再引一首诗, 做个例证, 古人写过有一首诗, 叫永赵高, 当年举世与诸秦, 哪记为名与沙申, 先去扶宿后胡还, 赵高公冠汉诸臣, 这四句话的意思说什么呢, 说当年整个天下的人对秦都恨死了, 都想把秦给灭掉, 当灭秦的时候, 这些反秦的这些人, 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性命能不能保得住, 自己将来能不能有什么功名, 谁都不考虑, 先杀扶苏, 后杀胡亥, 这是赵高的作为, 赵高的先杀扶苏, 后杀胡亥, 他所发挥的作用, 可比汉高祖刘邦手下的大臣, 哪一个大臣的功劳都大, 这个话, 客观上讲, 听一听, 有点道理, 他确实把秦朝搞得乱七八糟了, 秦之所以最后灭亡, 是从内部被瓦解掉了, 而内部瓦解秦朝的就是赵高, 从内部瓦解秦朝, 这个赵高的作用, 谁都不可替代, 但是我们对司马贞的话, 还不能完全听信, 因为我们衡量一个人, 是功臣还是罪人, 有一个客观的标准, 这个标准就是要看, 第一, 他的动机是什么, 第二, 要看他的作为是什么, 我们分别从这两点来看一看, 我们先看动机, 赵高确实是乱秦亡秦, 那么他乱秦亡秦是为了暴赵呢, 还是为了个人的私欲呢, 史记的蒙田列传, 记载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, 这段话这样说, 赵高亚得姓予胡亥, 欲立旨, 又愿蒙义法治旨, 而不为己也, 应有贼心, 赵高这个贼心是怎么产生的呢, 两点, 第一, 他跟胡亥的关系非常铁, 他觉得想立胡亥当皇帝, 胡亥当了皇帝, 他就能得到重用了, 这是一个目的, 再一个, 他痛恨蒙义, 蒙义当年审过他的汉, 判过他的死刑, 只有让胡亥当了皇帝, 才能够杀掉蒙义, 你看, 他这个贼心就是这两个原因, 这是为国呢, 还是为己呢, 很清楚, 完全是为了自己,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, 赵高发动政变, 完全没有考虑的是国家, 没有为赵复仇之意, 完全是为己谋私利, 所以司马贞的灭秦暴赵之说不能成立, 我们再看作为, 政变以后赵高做了什么事呢, 赵高就做了两件事, 第一, 不断攫取权力, 第二, 引诱纵容胡亥, 就做这两件事, 你看赵高在政变以后, 先做的是什么, 郎中令, 九卿之一, 害了李斯以后, 做了什么官呢, 中丞相, 最后他又杀了胡亥, 立了子英, 赵高在整个杀旧政变以后, 他的作为就是不断的攫取权力, 第二点是引诱纵容胡亥, 他让胡亥不要见大臣, 他让胡亥在宫中尽情享乐, 最后导致秦国的国政不可收拾, 赵高的作为, 与民合力啊, 与国合力啊, 与民族发展合力啊, 对老百姓, 对国家, 对民族发展, 一点贡献都没有, 所以这个人绝不是英雄, 他不是王亲暴赵, 他是王亲为己, 总而言之, 赵高是一个心底极坏的人, 世界上的坏人有两种, 一种坏人是对谁都使坏, 这种人最可怕, 第二种坏人是对大多数人使坏, 只对少数人好, 世界上就这么两种坏人, 赵高属于哪一种呢, 你想想, 赵高对扶苏要杀, 对蒙田蒙义要杀, 对帮助他发动沙丘政变的李斯, 只是作为一个临时的伙伴, 用完之后要杀, 对于信任他, 提拔他, 重用他的胡亥要杀, 所以赵高属于第一种坏人, 那么赵高死以后, 秦王子英就掌权了, 而且我们通过杀赵高可以看出来, 子英是一个有智谋, 有魄力的人, 子英截替了秦王的权力, 应当说是一个合适的接班人, 子英这么一个合适的接班人, 掌管了秦朝中央政府的权力以后, 他能不能挽回秦朝灭亡的这个大趋势呢? 我们下次再讲。 秦二世胡亥死后, 子英被立为秦王, 子英一掌权就迅速除掉了赵高, 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, 子英是一个有智谋, 有魄力的人, 是秦帝国当之无愧的接班人,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能力的人, 也没能挽回秦帝国灭亡的趋势,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? 难道子英又是第二个胡亥吗? 子英真的无能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